邓翠文出生时,他的妈妈只有17岁 按照现在的标准,还是个未成年少女 自己都还是个孩子,所以不会带孩子 待邓翠文长到5岁,爸爸妈妈离了婚 又各自在婚,因为有了另一个家 从此,邓翠文就成了被父母抛弃的孩子 他的童年,除了做功课就是做家务 邓翠文很小就知道,没有人会为自己计划未来 所以一定要靠自己 1984年,邓翠文高中毕业 他看到TVB一元招募班的招生信息 盘算了一下,自己成绩不好 没背景没钱没人爱 做一人不失为一个出路 他瞒着生病住院的爷爷 报名并考入了第二期无限一元招募班 和郭富城、邵美琪、李美贤成为同学 历经4个月的短期培训后 18岁的邓翠文便正是踏足深浅莫测的娱乐圈 训练班的化妆课上 老师曾说邓翠文的样子完全不适合演古装剧 结果邓翠文入行第一部戏 就演了古装 还是女一号 1985年 19岁的邓翠文搭档28岁的万子良 领先出演薛仁贵争东 剧集播出后创下当年最高收视率 于是 还是个新人的邓翠文 时来运转 一夜成名 这年5月 TVB当家花旦翁美琳自杀离世 和翁美琳有几分相似的邓翠文 立即被公司当成翁美琳接班人培养 后来 邓翠文还曾用从未做过配角 来形容当时戏如云来的盛况 只是 人生福获难以预知 喜极之时 或许也正是悲来之际 薛仁贵争东 尚在拍摄时 爷爷去世 奶奶的身体日渐衰弱 那晚凌晨两点收工 他赶回家洗澡 洗完澡走进房间 看奶奶 奶奶说 你能不能先不走 留下来陪我聊聊天 但邓翠文急着赶回片场 还是匆匆走了 这一走 成了她的终生遗憾 当晚她走后 奶奶急中风 之后不省人事 不久与市场辞 这时 或许上天看她无依无靠 实在可怜 就安排了一个男人 在她身边 这个男人就是万子良 邓翠文与万子良 日久生情 爱意绵绵 万子良年长她九岁 出身也不好 小时候因为家中贫困 被亲生父母 送给姓万的一户人家 她是邓翠文的初恋 两人相识时 她已小有名气 19岁的邓翠文 看28岁的万子良 依恋又崇拜 万子良虽然长得豪放粗犷 人却浪漫细心 那时 万子良放话 说要等邓翠文十年 然后娶她 可惜 初恋总是容易失败的 万子良对邓翠文的关爱 最后变成枷锁 她教邓翠文 当你演主角时 你有一个重任 需要用灵魂带动每一场戏 当时 邓翠文还年轻 甚至都听不明白 万子良在说什么 万子良像关心女儿一样 关心邓翠文 处处告诉她 应该做什么 不应该做什么 做错会跌得很惨 时间一长 邓翠文很反感 她要照自己的想法去做 跌倒也不怕 终于两年半后 这对思想无法统一的恋人分手了 但是邓翠文没时间伤心太久 因为戏约分支踏来 她根本无暇他顾 在TVB的头五年 是邓翠文早年演艺事业中最红的阶段 基本上每部戏都是她演女主角 几乎所有的娱乐杂志都是她上封面 不过 伴随着红而来的还有疲惫和拮据 邓翠文第一年进入TVB 工资是2500块 跟茶餐厅领班差不多 但是比茶餐厅领班开销大 做艺人不方便坐公交车 还要常常出席活动 打扮得漂漂亮亮 很费钱 做了五年女主角 工资涨到6000块 她从单位宿舍搬出去 租了个房子 付完房租 缴完停车费 兜里就又所剩无几 那一刻她觉得非常委屈 她开始为自己想出路 当时的女明星流行 和有钱人谈恋爱 以嫁入豪门为目标 邓翠文不想走这条路 她对自己的出身耿耿于怀 不想以后的人生路 也无法掌控 所以她做了一个 让人惊讶的决定 1991年 正当红的邓翠文 离开娱乐圈 远赴美国学设计 并计划念完书 就在美国找份设计师工作 那时她才25岁 在国外念书的日子 快乐是快乐 就是没钱 每个月只出不尽 于是1994年 28岁的邓翠文回到TVB 打算赚一笔 再去圆她的设计师梦 然而 TVB的花旦头牌 早已更迭 前有稳坐花旦之位的 关永和 郭矮明 后有观众员 颇好的新人萱萱 邓翠文在前后夹击下 终于沦落到 只能做配角 在电视剧《生死送终》中 邓翠文搭档廖启志 几场戏下来 邓翠文对廖启志敬佩不已 原来配角演好这么难 就是这部戏 让她从此很留意配角演员 为她和李耀翔的合作 埋下了伏笔 昔日当红花旦混成配角 开出高价来挖邓翠文 邓翠文就喜滋滋地跳了槽 她绝不会想到 自己在亚世竟然会身败名裂 1995年 亚世用重金打造电视剧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四位性格鲜明 命运迥异的女性故事 打动万千观众 一经播出及引起轰动 饰演女一号姚小蝶的邓翠文 迎来了职业生涯中的巅峰 当时的邓翠文十分得意 工作上得到最大认同 赚了入行以来最多的钱 买了一套房子 作为自己的养老屋 并且 还有一份她梦想中的爱情 也随之而来 爱情的男主角 就是《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的男主角江华 1992年 她就与香港女歌手麦杰文 结了婚 和邓翠文拍这部戏时 儿子已经两岁 香港记者 马上嗅到娱乐大新闻的味道 日夜蹲守在他们家附近 江华被拍到连续六天 进出邓翠文的相规 结伴看电影 邓翠文还在公司举办的庆功宴上 大胆向江华表白 证据确凿 媒体出手了 当这段婚 外情被曝光 江华选择迅速回到老婆身边 寻求原谅 麦杰文则第一时间站出来 指责邓翠文勾引江华 不要脸 邓翠文也不肯善罢甘休 找来记者声泪俱下的控诉江华 多年后 在TVB高层的节目上 邓翠文是这么谈论这次婚外情的 我只想着爱 我想作为第三者的时候 都有一个很傻的思想 就是对方一定令你觉得他不快乐 他只有在你那里 你才是最合适的人 1996年的邓翠文 相信江华很爱他 他准备为爱壮烈牺牲 结果却看到了对方的反目无情 随后 邓翠文被公司冷藏 江华跳槽到了TVB 1996年11月 江华主演的古装剧《西游记》 创下44点的收视记录 凭借唐三藏一决再度走红 而年仅30岁的邓翠文 更难的日子还在后头 1997年 一场金融危机在亚洲爆发 持续到1999年 邓翠文买的那套房子 瞬间变成负资产 现在 事业 爱情 金钱 全都没有了 邓翠文从高处跌到谷底 自觉一败涂地 他看不到希望 以后怎么办 他非常焦虑 经常想 我已经30多岁 还有没有女主角做呢 还有没有人找我拍戏呢 我还存不存得到钱呢 简直是穷途末路 为了生活 邓翠文什么都做 学会了配音 学会做DJ 登台唱歌 跳舞 担任司仪 主持 这种日子过下来 他竟有种前所未有的开心 他发觉了很多自己的生存能力 最难的时刻 出现了一个将他照顾的无微不至的男人 这个男人叫郑敬基 TVB演员 担任多个电台节目主持人 邓翠文形容郑敬基是一个 完全可以给予他安全感的男人 如果他有10元 就会给我9元 可惜拍拖一年多 郑敬基要去加拿大发展 于是两人决定做回朋友 2000年后 历经起伏的邓翠文 以34岁的高龄重返TVB 彼时的TVB 已是蛇诗曼 萱萱 陈慧山 蔡绍芬等人的天下 没人看好一个过气花旦的回归 2004年 在香港电视行业发展 日渐萎靡的情况下 宫斗剧始祖精之欲孽 来势汹汹 像是投入海中的巨石 翻起万丈浪花 播出后 邓翠文凭借精之欲孽的 如飞一脚 红遍整个华语圈 红到街头小贩 将大闸蟹冠以如飞之名 便可以卖上高价 他自己都想不到 自己演的一个奸妃 会备受观众喜爱 这一年 TVB万千新回颁奖典礼上 邓翠文事后的呼声极高 结果桂冠被黎姿夺得 不少观众反应激烈 直视TVB罔顾民意 并迁怒黎姿 指她是最令人讨厌女主角 虽与事后失之交臂 邓翠文的地位已不同往昔 2009年 准备筹拍金国肖雄的 金牌导演李天盛 在公司被邓翠文抓住 邓翠文说 他想和李耀翠合作 李天盛很诧异 小演员求着跟当红演员搭戏的 很多 当红演员求着跟小演员合作的 却少见 李天盛问他 为什么是李耀翠 邓翠文答 年纪相当 他演技也好 这年李耀翠45岁了 想都不敢想到 自己是主角 我一辈子没听过 李耀翠要是知道原因 不只要感谢邓翠文 还要感谢廖启志 金国肖雄播出 李耀翠人气急增 并连续获得观众最爱男角色 最佳男主角等三个奖项 成为TVB举办颁奖礼以来 首名三料世帝 邓翠文的四奶奶一角 也好评如潮 被誉为香港无限的 四十点收视天后 在2009年TVB的 万千新回颁奖礼上 43岁的邓翠文 终于众望所归 拿下世后 四年 TVB开拍台庆剧 金国肖雄之一海豪情 李耀翔和邓翠文再度合作 两人双双拿了那年的世帝 事后 而邓翠文 亦成为TVB史上第一位连庄的事后 但这种绝地反击 东山再起的背后 却肩负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 拍摄《金之欲念二十》 邓翠文因为压力过大 患上焦虑症 他看了很多心理学的书自救 知道要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过往的两段重量级感情 对于江华 他说这是他唯一后悔的 有记者就去问江华 江华说他不后悔 而且 邓翠文在拍《金之欲念二》 和公司产生纠纷时 江华难得一见地发声 支持了邓翠文 说到万子良 邓翠文则大赞 他才华横溢 也感激他对自己帮助甚多 曾经渴望远走高飞 渴望爱的女子 如今已56岁 他对生活也有了新的理解 有时候 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我们过的小日子 才是最幸福的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